我相信大家也是收到了这个announcement啊,Binets做出来的这个announcement,也就是说它会complete8月16号12点的时候,就会关掉这些以下的交易,也就是马来西亚的trading pair,马来西亚的payment option就是shop touch and go啊,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B2B的板块,也就是我们要买那些USETBTC或者ETS,这个板块B2B的部分都会被关掉,正式关掉在8月16号,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列就是在9点,今天9点8月13日, 他就会关完这些所有的B2B了,不是在16号,13号9点他就会关完了,然后所以他就恳请我们说在8点的时候就直接做完全部的这个transaction了,然后他也不会在telegram啊或者是一些online communication那边跟我们做交流了,他会关完了,所以他最重要今天讲的就是这些东西,目前为止这个Binets app还是可以进,只是他关完所有B2B,关完所有跟马来西亚的交易, 他全部都是断了,所以我们不能再买这个USETBTC去做交易,去玩这些coin了,但是不用紧,一样你如果你要买USETBTC还是什么,你们可以到这个火币那边去注册,然后过后去那个火币的西亚或者B2B那边去跟人家买,就那么简单了,如果你们还没有注册的话,你们可以点击下面链接去注册这个火币,因为火币目前为止 他这个B2B也是没有收费的,这个火币的这个注册流程的也是跟这个Binets一模一样,然后还有就是Bit.com现在有做优惠,你们记得就是现在注册,就可以拿到价值13块的这个bonus,如果你入金100块的话,还可以得到20%的这个bonus啊,所以你们还没有注册到这个火币的,赶快马上立刻点下面的链接,马上立刻, 这个个人是有,差不多有10个交易所了,但是B2B目前为止只有这个火币的,和这个Binets,但是Binets已经是被关了,然后现在目前为止只有这个火币,还有一个就是那个Rimetano,Runo,我觉得那个是,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用啦,OK,目前为止,最后一个希望还有在这个火币啦,继续回来我们这个话题,OK,比特币现在目前为止,他现在站在这个trend line啊,OK,我们看这个weekly chart我们就知道,他刚刚好像是突破啊,但是这个新墙 现在没有完成,我们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事情,OK,如果他站稳稳了,他有可能会缓一条,但是缓一条,有可能他的support,大概是在43千左右,OK,然后很多人就是问说,65千是不是真的最高点,然后是不是说,他一拿过后就会完下来,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有,但是根据这个历史,从之前的这个最高点就是在19千,去到现在最高点65千,所以他 其实只是起一个3.33倍而已哦,compare跟之前啊,你知道之前他们是起几倍吗,之前是1177,1150,去到19千哦,17倍和3.3倍啊,这个数目其实相差太远了,因为真正算起来第一次啊,真正第一次是39倍,第二次17倍,现在三倍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事情,所以你说,会不会说这一次65千,然后因为他cross了,然后跌下来, 可能性有吗,其实是有的,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之前的例子,如果是跌到这个50,他反弹回来,他是不够力回到上面的,OK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12年Having过后啊,他去到最高268,然后过后的时候他回调,因为他是Wikliza,他回调下来的时候是52块,所以他是下跌了80%啊,但是他这个50平均线啊,他是没有动到哦,所以他是会起来的,OK,他直接飙到1177了, 我们看完这个2017年的这个数据啊,他去到最高峰,然后回调下来,动到这个平均线,起来,但是他是没有割过这个之前的高啊,然后他就陆陆续续一直跌了,啊,数据是讲说,动到这个平均线,他就会向下,OK,但是,跟以往的那个数据有一点不一样是,他一动到了,他用了,差不多接近三个月,OK,掉了平均线, 走横了三个月,那么走横了三个月,代表说,在股票就代表说,他们庄家在收票,用三个月时间收票,所以他报仗的机会是有的,因为根据之前的数据,他是没有这样横摆那么久的,横摆到这么久啊,而且那个Candle是小小小小的,OK,我们再回来看这个Bitcoin啊,现在这个Bitcoin,又要黄金交叉,之前是死亡交叉,现在黄金交叉,黄金交叉不代表他会向上啊,因为 根据那个之前的历史,去到最高峰,死亡交叉过后,黄金交叉是不成立的,我们看我之前的数据啊,2017年的时候,2017年的时候,他死亡交叉过后,这边有一个黄金交叉,然后过后就掉回来了,所以他就不成立哦,看到2012年的时候,他死亡交叉过后,他就黄金交叉,但是黄金交叉,他是没有高过之前的高,然后他就又在死亡交叉回,作为这个Bitcoin信仰者,我是觉得, 7,3.3倍是不大可能的,太少了,因为第一次39,第二次17,第三次,关着眼睛应该也要有6嘛,所以6就是120千哦,所以也就是说120千到150千,这个是我个人认为,应该要在这个博物市场,应该要看到那个点,然后我看到一个comment就是说, 这个BnB那你有得买,基本上BnB只有这个Binance那边买,因为他是他们的交易所,他们交易所发放的币嘛,当然还有很多小小的那些公司啊,他们都是会有这个BnB,但是,都是会有这个BnB啦,要买就买这么多了,你去这个Binance去买这个BnB, 一样的,之前我也是推这个火币,火币我觉得你们也要收,因为你错过了这个Binance,那么你就不要再错过这个火币,如果你有用这些平台,那么我觉得你应该要投资这些平台, 这是因为你反正都相信他,那么你应该要拥有他自己平台发放那个币哦,我个人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啦,所以我觉得,如果你们有用Binance,那么你就要有BnB,即使是0.1粒都好,那么如果你现在有用那个火币,那么我觉得你们也应该要拥有这个HD哦, 然后我个人是不会拿这个HD做那个扣除手续费的,我是不会的,我是不会这样做啦,OK,然后,我们看一下啊,OK,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为止,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就按赞和subscribe和全的, 下期再见,拜拜